她是热情洋溢的铿锵玫瑰 她是炽热似火的创业女神 她是展翅高飞的草原红莺 她是独立自信的中国女人 欢迎关注本期嘉宾 多比化学国际公司CEO费若斌 如果您爱他 带他去新亚 为他的宪宪 如果您爱他 带他去新亚 为他的宪宪 1993年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在各大电视台播出 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官剧热潮 这部电视剧给了国人一个机会 让大家可以如看西洋镜一般 凝视着大洋彼岸的异国生活 当人们久久沉浸在跌宕的剧情中时 费若斌的梦想已悄然在美国这片土地上 绽放开花 我是27岁来到美国 当我站在自由女神项面前的时候 看着背后的这个华尔街 确实给我震撼是相当大的 虽然说我是从国内到了美国身无分文 但是我的梦想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从来不相信命运 我觉得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 只有你自己把握好 你才能够做好 这里面没有幸运 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让我深感安慰的是 我们拥有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 专业的杰出的团队 聚集的是世界上的精英 能够在我一个来自中国的身无分文 来起家的这样一个公司 和我们共同发展 这是让我最最自豪的 我的理念就是一定要真诚 诚信而且专业 一定要专业 不管公司大小 做出的每一件事情 要非常非常的专业 不能凑合 先做人后做事 我一直都是在这么做 所以无论是在国内的供应商 和我们合作20多年的 10年的5年的都看到了这一点 正是因为先做人后做事的 这种人生哲理 才是我们洛比化学 有今天的成就 1984年 在内蒙古大学外语系毕业的费洛宾 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进出口贸易公司 凭借刘丽的英语口语 费洛宾参与了公司在全自治区引进的第一条西装生产线 并担任现场翻译 而这份工作也奠定了她走向化工医药原料之路的基础 在25岁的时候 我已经在中华烟台已经做到了科技 在当时来讲这是没有过的 随着国内的这种改革开放 让我感受到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天高任鸟飞海阔任愉悦的地方 我的代价就是说要暂时离开家人 那个时候我都没有跟他们讲 谁都不知道我会留在美国 在那种情况下 我想就是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所以我90年到了美国 1990年 带着对天高任鸟飞的无限遐想 费洛宾离开仅有四岁的女儿 只身一人来到了美国 90年的12月2号 我就从洛杉矶来到了纽约 从此一住就是28年 我和孩子家人分开了18个月 我和他们团聚了 那个时候通讯非常不方便 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微信、手机、Internet 那个时候连手机都没有 所以我和孩子的交流就是靠电话 第一分钟是5块7码5美金 每增加一分钟3块2码5 我得到的工资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交完房租以后 剩下的这一班几乎全涌在电话上了 孩子在那边唱妈妈的吻 我在这边哭 她在那边唱 我每天下班回来 首先一转弯就要看到那个信箱 它是竖起来的 有一个杆 就是说如果是竖起来的 证明你有加信来 所以那个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 就是一看到那个杆竖起来 几乎是跑过去把信箱打开 看到里面的加信 因为那个时候通讯非常非常的落后 所以期待的就是信 因为你只能打一次电话 电话你只能说得很快 那么贵 因此就期盼着这封信 在美国留下的时候 是没有这种想法说 我要创办自己的公司 所以我是给别人打工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文化上的冲突 所以在那种前提下 我就自己决定要成立自己的公司 弱小的身躯背后 承载着他巨大的梦想 费若宾想要架起一座 链接东方和西方的桥梁 利用他建立的供应链资源 把中国生产的原料药 打入美国法规市场 四年时间的历练 他在租住的地下室里 成立了洛比化学国际公司 在我拍公司之前 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通过我 通过Robin 把中国的鱼药原料 化工原料 进入到美国来 当时就是带着这样的愿望 来成立的这个公司 我完全是凭着我自己的人品 我自己的这种风格 让国内的公司 对我的这种信赖 给了我这个很大的支持 尽管是一个一个人的公司 但是让用户收到我的样品 收到我的信 看到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 这是我们在2002年 买下的第一幢办公楼 2002年的11月份 我们搬到这里的 一共有12000平方英尺 所以这是真的 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ROCAM is the bridge to quality 洛比化学 ROCAM是通向质量的桥梁 是连接东方和西方产品 文化理念的一个桥梁 洛比化学创建的时候 我们当时说 就是说要给自己定一个logo 那这个logo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我想来想去 因为说到底 ROCAM起的作用 就是把我们中国制造的原料 做到高端市场来 就是北美欧洲都属于高端市场 也是法规市场 就regulated market 那么这个定位就首先是 你必须要达到这个质量 你才能进入到这个法规市场来 所以我们是这个质量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坚实的桥梁 1996年 费若斌成为第一个 把中国生产的木糖醇 进口到美国的华人 同年 他与中化浙江浙江大学 联手开发了抗癌药物 天然紫山醇 洛比化学成为第一家 把中国的紫山醇 带入美国市场的华人企业 此后的20余年 费若斌成功带领团队 把中国上百种医药原料 引入北美和欧洲两大市场 长期供应给近200余家公司 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食品 糖果 保健品公司 以及制药公司 Rocam International Inc. 洛比化学是一家 专门负责将中国生产的医药原料 销售到北美欧洲 法规市场的全方位服务的公司 而且我们的销售 不仅仅是中国工厂 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 还有就是从研发开始 专利还没有到期的防制药的产品 通过我们自己的药证团队 和我们非常有经验的专业的销售团队 把这些产品销售到全球顶尖级的 不同行业的公司 2003年至2013年 十年的时间 洛比化学迅速发展 从最初只有一个人的公司 发展到由精英团队组成的大型跨国企业 如今 洛比化学已发展为美国法规市场 在人药 兽药 保健品 食品饮料及膳食补充剂等领域里领先的 供应商及产品开发者 成为全球知名企业的供应商 而费若宾也用自己的方式 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他心底的真实声音 洛比化学做的全部都是中国的业务 所有的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 including myself 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我们这种专业精神 使得我们的这个公司深得用户的信赖 他们一想到就是说中国产品 尤其是很多高端产品高质量的产品 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产品 首先想到的是就是在纽约长岛 这家身穿红衣红颜色的这个petite CEO 没有他们的这种经验 没有他们的这种经验精神 因为我们公司的这种文化理念和它自身的特殊性 也吸引了这些精英 你 know I always say she's a small lady with a big punch so she carries a lot of spirit inside her and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culture works incredibly well together no one person can make a company successful it has to be a team that does it and we have a fantastic team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one thing that I can say that is very unique about ROCAM is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we call it the ROCAM team our extended family Robin treats everybody that way and so you know we're all cooperating together you know not competing against each other but cooperating to try to build the business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a team member in Qingdao in Europe or the US we're all h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the same thing and grow ROCAM because when we can grow ROCAM we can give ourselves more comfort for a long-term success your bridge to quality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s what our customers we can for our customers we can we can be the bridge between their quality and it's not just in terms of the product quality it's the quality about everything we do it's the documentation that goes behind it it's the GMP compliance it's the regulatory files and submissions and making sure that for our customers it's simple easy working with ROCAM bridges that gap whether it's in culture or language or understanding that we make things really easy for them when I joined ROCAM 13 years ago I said we we have got to be as easy for our customers to deal with as our competition three doors away down the street the fact that our manufacturers are half a world away should make no difference to our customers well Robin's Chinese symbol is a rabbit but I see her as a tiger you know Robin is very you know very aggressive in business of wanting to grow you know very competitive in in terms of wanting to make sure we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make sure ROCAM wins new business and that we are you know really driving the company forward and yet at the same point in time you know she has you know very strong desire to build close relationships there are customers that I've seen her interact with that she's had relationships with for 25 years and you know it's not a customer supplier relationship it is truly a friendship 作为CEO把我们中国最闪光的5000年的这种文化和美国的文化结合了在一起 那么呢这一切都影响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团队他们到中国去感受到的东西他认为这个儒家文化 特别是就是作为Confucius就是这种恐懵之道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生命力 韶华一世光阴仍然一念之间岁月流转不变的是他的热情笑颜 见过费若宾的人都对他的一抹中国红念念不忘 这抹红色是费若宾的骄傲是他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 亦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玫瑰人生 在我身上在我的外表可能显现很多就是说西式的东西西方的东西 但我骨子里面仍然是一个中国人 而且是一个十分传统地道的中国人 如果把我自己形容是一个一个风筝的话 那么这个线是钻在我姥姥手里和我自己的祖国手里的 当我听到这些歌曲 凡是和草原有关系的 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就是我生活了十年的内蒙古 所以让我最最感动的也是就是我在内蒙古生活的这十年 因为在那里发生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上大学 参加工作 结婚 生子 一切都发生在内蒙古 所以这种渊源 这种特殊感情非常的深 我就是一只放飞的雄鸣 走遍了山山水水 美不过辽阔的草原 听遍了四海歌声 还是木歌最动人 我是母亲放飞的雄鹰 永远俯瞰着草原 无论在哪里 我的根在草原 如同一只翱翔在天空的雄鹰 它不畏风暴 划过长空 伴着飞舞的裙摆 费罗宾在大洋彼岸追逐着属于他的梦想 永远俯瞰着草原 无论在哪里 我的根在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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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